劉嘉玲金龍蝦造型很搶鏡 原來暗藏乾坤 性感到爆燈 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已經在星期一晚圓滿結束 梁慈偉憑著金手指第六度得到影帝的薯榮 再創香港電影的歷史 不過他因為工作在身 未能夠親身去到領獎 所以由擔任頒獎嘉賓的影后太太劉嘉玲 代為領獎 而劉嘉玲當晚的金色龍蝦 look 亦成為焦點 在星期一的時候 他再在社交網站上分享美照 原來龍蝦之下暗藏乾坤 劉嘉玲在星期一晚 先以白色禮服現身紅地毯 之後再換上黑色的tube dress 配上金色耳環 以及以金色龍蝦頸鏈上台 去頒發最佳新演員和新進導演 之後再代身處德國拍戲的老公梁朝偉 上台去領取影帝的獎座 兩夫妻恩愛又搞笑的互動 成為全場的焦點 不過也不及劉嘉玲帶著的龍蝦項鏈 那麼搶鏡 不少網民都說劉嘉玲的龍蝦 look 致敬葉德閒在羽龍共舞當中的造型 而劉嘉玲在星期一的時候 再在IG上分享之前的美照 並且標籤了老公梁朝偉 留言說應得的 見到的照片當中 原來龍蝦之下暗藏乾坤 劉嘉玲在星期日晚的晚裝 其實是中門大開的設計 他將龍蝦拿開之後 圓運蘇空盡現人前 性感到爆燈 而事實上 劉嘉玲身上的造型 都是出自有接近百年歷史的 意大利高級品牌的2024春夏新款 這條金色龍蝦項鏈 價值9900歐羅 即是大約82700元的港幣 92歲譚善紅近日家中暈倒 檢查發現心律不正 需要安葬心臟起駁氣 譚善紅手術之後已經沒有大礙 精神仍然很好 而且好精靈 92歲的譚善紅 當年在TVB經典劇集《真情》裡 飾演榮衣一角 深入問心 雖然自從2004年淡出幕前之後 安心享受退休生活 甚少現身在人前 但仍然間中會出席圈中人的聚會 今年年初曾經與真情的編審和編劇 陳寶華見面 當時榮衣仍然很精靈 笑容也很慈場 但原來她近日試過在家裡暈倒 檢查後發現心律不正 要安裝心臟起駁氣 譚善紅日前接受資深傳媒人 汪萬寧的訪問 汪萬寧指榮衣最近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而榮衣說有一晚她吃完飯 坐在梳化上看電視 當天天氣很熱 她想去開風扇 誰知想不到一轉身就暈倒 幸好工人經過 不過她也很快醒了 而汪萬寧補充說 榮衣的女兒知道後 很擔心媽媽的身體狀況 於是馬上送榮衣去醫院 接受全身檢查 雖然身體沒有大礙 但心臟科醫生提議帶心臟監察儀 觀察24小時的心臟情況 原本醫生建議帶兩天 但榮衣的女兒要求媽媽帶足一星期 結果醫生檢查後 要求榮衣必須安裝心臟起薄器 因為榮衣平均的心跳率曾跌至29 汪萬寧又說 榮衣做完手術後 情況好很多 沒再覺得累 因為她初時以為累是因為年紀大 想不到原來和心率不正有關 而事實上 榮衣雖然已經92歲 但這麼多年來身體狀況都很好 只是大約在9年前 曾經接受過白內障手術 但到現在的視力都不錯 耳朵仍然聽得很清楚 思維更加很清晰 她說覺得自己很好記性 另外譚善紅就說 曾經在16歲的時候 差點沒名 她說我12歲就跟尹姐 尹姐幫我接班 是我的開山師傅 16歲那年就跟了錦天花劇團 陳錦棠一哥 有一班在廣州 就要下鄉演戲 試過那次下鄉後 就去到江門戲院 我還記得那晚美戲 演出金錶王天霸 尾場有一場叫群雄大會 打北派傳武行 我有份北派 因為未夠鐘出場 那晚是美戲 我就預料和媽媽 撿齊所有東西進去 散場不用那麼匆忙 不過想不到容姨 走上船期間 插錯腳 不小心掉下海 而且她又不懂游泳 只可以亂爬等人救 幸好最後被人救回 容姨回憶的時候說 當時腳上還穿著劇 她說 你說是不是好巧呢 整定你不死就是不死了 我要捱世界的 我覺得生死有命 富貴有天 而譚善紅也承認自己的性格 大情大聖 從來不記仇 又不是跟她做人世 大家朋友而已 你千萬不要生氣人 你生氣人 人家也不知道你生氣他 那就省自己辛苦 當我自己最不開心 最難過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說 算了 一切由天定 人在做天在看 善惡到頭終有補 只是差早還是晚 所以我做人從來不生氣人 也沒有敵人 最重要是平安健康 余文樂保持運動 狀態回春 身材健碩 變健碩 最新想曝光 保持運動 整個人都年輕了 42歲的余文樂 在2017年 和女星黃棠混結婚 在婚後 育有一對子女 並且移居台灣生活 兩個人都經常放閃 直至去年年尾 余文樂突然清空IG 經常放閃 直至去年尾 余文樂突然清空IG 被人質疑是否婚姻亮起紅燈 近年多次被人拍到很潮水的樣子 甚至被網民形容她是斷崖式衰老 早前有網民在二世古偶遇余文樂 被人說她始終60歲的長者 而其實余文樂也有保持運動 希望可以回春 近日余文樂跟朋友去打網球 再被網民集幼 今次見到她 整個都精神了 而且在曬出的合照當中 那些相片見到她的狀態翻回來 身材見識 而且表現得很親民 搭著粉絲的肩膀露出真摯的笑容 楊善耀、羅子逸為女兒大搞摩雪奇緣主題派對 群星及星二代為小珍珠慶祝四歲生日 陳浩、陳山聰、胡定欣、袁偉豪和唐詩詠等藝人都有參加 部分更加帶小朋友一起為小珍珠慶生 藝人楊善耀和羅子逸近日為女兒小珍珠、羅奕森 去提早慶祝四歲生日 並為她準備以摩雪奇緣為主題的生日派對 小珍珠以Elsa的打扮現身 陳浩、陳山聰、胡定欣、袁偉豪和唐詩詠等藝人都有參加 部分更加帶小朋友一起為小珍珠去慶生 場面很熱鬧 楊善耀和羅子逸兩夫妻在四月十三日為女兒小珍珠 舉行四歲生日會 現場以粉藍色和白色的氣球布置相當用心 而壽星女穿著粉藍色的Elsa裙 非常可愛 父親羅子逸抱著她入場 而楊善耀負責私兒這個角色 袁偉豪帶上老婆張寶儀和兒子袁姑嚕 袁希幼出席 張寶儀亦在限時動態上分享了生日會的盛況 並留言說 希幼BB第一次參加生日會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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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